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明场均可以拿到13.9分2.8个篮板 4.1次助攻和1.5次抢断 他的球风并不是大包大篮的那种 大部分时候都给小白荣和张庆鹏打下手 数据显得更加有含金量 就是这样一位全明星级别的后场 据悉当时的年薪只有50万人年币 而且还传出杨明队要的降薪20%的新闻 也就是40万左右的年薪 绝对算是白菜价 每个有实力的运动员都想多挣一些 杨明也不例外 此前一度抱住上海队追求他的新闻 他们给予杨明封口的鲜水承诺 杨明自己心动了 不过最后杨明队还是出面挽留 因为杨明是体制内球员 想要转会困难重重 说到底 只要杨明体育局不放人 杨明哪里都去不了 正因为如此 里根、周琦和张昭是这些自由生的球员 可以拿到更高的合同 意见连同样可以自由选择下家 杨明就显得有点尴尬 既拿不到理想的合同 也无法加盟愿意给他开出高薪的球队 如今CBA的合同和NBA如出一辙 只要是保护合同 或者常规合同到期后 就可以签署定薪合同 保护合同类似于NBA的新秀合同 既保护了母队的利益 也能让有实力的球员可以获得更多的薪水 每支球队都可以签余三个顶薪球员 只要是球队的核心球员都可以拿到这样的合同 最长年限为五年 此前穿了杨明已经退役 就连他自己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告别的视频 最后领导似乎又拒绝了杨明的退役申请 这样的一位老将没有拿到和自己身份匹配的薪水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本集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